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26日 今天在这地址一棵龙眼树做一个记录 这棵龙眼树是我去年买的 一直没有地方,合适的地方种 去年开花,没接入果 然后现在澳洲已经是春天又有花骨子了 但是我这个盆很小,才30厘米的盆 所以再不地址的话,基尼还做不出果 然后也影响它生长 这边的坑,土坑已经挖好了 挖了挺深,然后下面不适合种植的土 已经都弄出去了 然后这边是上面上层的原土 加上这三种土 一种,这两种土将是一种鸡粪 跟这个原土混合 然后给它这个洞底下垫一下 再把这个龙眼树种在里面 用这营养土培上 这个是这棵龙眼的品种 这个树从盆里拿出来了 看这根系不是很多 不是很茂盛的根系 然后把这下面这个打散一下 打散一下 这有些根断了 没事,断一点 然后让它在下面往土里扎 不要锯成一个团 尽量是要往外扎根 树已经放在土坑里 让它露出土这个地方 跟地面保持一平或者稍高一点点 然后往上培土 土先不要把这个坑填平 在这个时候留一段距离 然后浇上一桶水 这样的话把这水倒进去 让它浇透 甚至让它弄成泥状 让它渗下去之后再继续填水 这样的话它就水慢慢渗下去 就把那个土里的空序慢慢也排出来 然后再添平再浇一桶水 这棵龙眼就栽种完毕 整体看这棵树的状态不是很好 因为满了一年一直放在小盆里 根也没舒展开 这个果树长得也不是很好 希望这个地址以后能够长得好一些 今天是2023年8月27号 这是我的一棵龙眼树 昨天我把它地址在这儿了 今天呢我要把这个树修剪一下 因为树还很小 今天这个花 这个花苞都给它去掉 因为太小做不住果 还耗费很多营养 今天地址在这儿以后 就培养一年它的枝干 枝干长得粗壮了 这个明年为明年结果做准备 所以今天这个花苞一个不留 全剪掉 这下部就是老的枝条 给它剪掉 然后这个 这个有个花苞 看看 不要 然后这个 长出来的花苞 都不要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 花苞 这个都白掉 都不要 这个给苞造成很大的负担 然后到最后果还做不成 都掉落了 白白好被营养 这个也不要舍不得 因为它还没有成年 没有达到那个身体条件 先不能让它结果 行 大致就修这样 让它今年 长得粗壮一些 树长大 明年再考虑结果的问题